两个会场双市长各自进场 受到疫情影响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首度以视讯模式进行 跨海透过大萤幕连线 宣告第十一届论坛正式开始 两岸关系的重要管道 借着双城论坛 两岸在互信的基础上 持续交流 累积彼此的善意 自由助于两岸关系朝向正面发展 以城市防疫为交流主轴 身为疫情爆发后 两岸第一个官方交流平台 柯文哲除了是台北市长 还多了民众党党主席的身份 趁着站上大舞台 柯文哲率先提出两岸新论述 到今天我还是认为 两岸交流比断流好 合作比对抗好 一家亲比一家丑好 我一向主张五个互相的原则 虽然两岸之间仍有僵局 也各有坚持 但应透过沟通与对话 共同追求两岸的和平发展 但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 以此次论坛为契机 为两座城市共赢发展 提供强大的动力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代表市长龚正 从三月当代理市长 到七月二十一号 双城论坛前夕财福镇 两人论调都环绕 两岸一家亲 我一直不太赞成 用意识形态来升高 两岸人民之间的仇恨 并且提高了紧张的程度 并借此来获得个人跟政党 在选举上的利益 这张考卷不会及格 不用两岸一家亲五个字 柯文哲换个说法 诠释两岸论述 在酸蓝酸绿话中有话 碰上一年一度的双城论坛 剑指2024总统大位的柯文哲 把握机会每一步都精算